电影版闪电侠男主角丑闻不断 华纳为何选择她 嗯? 电影版闪电侠男主角埃兹拉米勒 从2020年至今 丑闻不断劣迹斑斑 华纳为何当初要选择她 而且直到现在才宣布 与她结束一切合作 难道是因为她的背景强大 还是另有隐情 What? 埃兹拉米勒1992年 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 今年正好32例 其实在丑闻曝光之前 埃兹拉米勒 一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90后新星 她不但涉猎影视 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歌者和舞者 这也许与她从小所受的薰陶有关 她的母亲是一位现代舞演员 她也遗传了母亲的表演基因 很小就展现出了才华横溢的一面 她6岁就登台表演舞台剧 小小年纪就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2008年 埃兹拉米勒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其表演出女作 是由漫威剧集惩罚者导演 安东尼奥坎帕斯指导的电影放学后 并担任主演 随后她又参演了加州迷情 玉海一新等热播美剧 在观众心目中算是混了个脸熟 2012年 米勒与艾玛沃森和罗根勒曼 共同主演了高分青春爱情片《碧花少年》 她在本片中的突破演出 获得不少好评 2014年 米勒又主演了《包法力夫人》 其高贵典雅的古装扮相 也让人非常惊艳 2015年 米勒主演了一部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惊悚片 斯坦福监狱实验 其出色演技也受到肯定 2016年 华纳经过千挑万选 埃兹拉米勒终于加盟DC电影《宇宙》 首次以闪电侠身份 亮相蝙蝠侠大战超人 不过这部电影口碑不佳 当年还获得金酸美奖多项提名 不过米勒依然获得华纳力跑 同年还让她参演了另一部魔幻大片 《神奇动物在哪里》 虽然不算主角 但是戏份不少 且非常抢劲 2017年 米勒再次以闪电侠身份 参演正义联盟 可惜这部电影同样令人失望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米勒的星图 华纳不但让她继续出演《神奇动物》两部续集 还为她量身定做了首部闪电侠大电影 也许是因为成名太快开始膨胀 从2020年开始 埃兹拉米勒就不断爆出负面新闻 而且她的所作所为 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2020年4月 米勒在冰岛一家酒吧 掐住一名陌生女子的脖子 并将其摔倒在地 但随后此事不了了之 2022年3月 米勒在夏威夷一夜酒吧里 突然变得焦躁不安 不但说脏话羞辱其他人 还与人发生肢体冲突 随后她被警方逮捕 在支付了保释金后被释放 但是事情还没完 米勒第二天 又闯入被她骚扰过的夫妇家中 并偷走了他们的护照和钱包 2022年4月 米勒在一场聚会中 被要求离开 她随后愤怒地扔出一把椅子 砸伤了一名女子的额头 随后被当地警方 以攻击罪逮捕 2022年6月 米勒又被指控 曾经精神控制一名 为成年少女长达数年 并为她提供酒精和违禁药品 这些丑闻被媒体曝光后 华纳兄弟和DC高管 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决定停止涉及米勒的 未来所有项目 另外在新片《神奇动物3》中 也大幅删减了她的戏份 并且将其主演的《闪电侠》大电影 推迟到明年上映 而且还传出 要换人重拍的内部消息 可以说华纳为埃兹拉米勒 真是操碎了心 但是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和票房损失 估计也是无法弥补的 这里是胶囊电影台 感谢收看 喜欢请点赞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 感谢观看